TALK ABOUT FOREVER TALK ABOUT THE WEDER TALK ABOUT THE WEDER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夏宇喬 那我今天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出國的時候 都會帶什麼樣的保養品 然後我的旅行包裡面 放了什麼呢 先介紹一下我的箱子 我覺得非常好用 因為它其實是我一個 認識非常久的化妝師 他非常了解女孩子的 保養品、化妝品 會有哪些 而且重點是 它有客製化妝上面有的名字 女孩子嘛 最喜歡 你的東西上面有的名字 那我先來介紹 我的保養品系列 3號的小灰瓶 然後 其實這裡面 主要的成分都是 以膠原因子跟玻尿酸 因為它也比較小 比較好攜帶 然後會像化妝水一樣 先上了之後 再用 這是5號的 它比較濃稠一點 以化妝水再濃稠 所以是有點像精華液 我就會上完 3號再上5號 因為我 無時無刻都會 希望能夠美白 所以我會再多加這一罐 美白的 Plus 我覺得它比較特別的就是 不會產生敏感 然後是很天然的 所以它這個美白 是白天都可以擦的 所以我等於是白天晚上 我都可以用美白的效果 然後呢 保養品介紹完了 我覺得可以來 介紹一下 我出國都會帶它 它是用盆的 然後它就噴在你的鎖骨 然後關節的地方 就會除了散發性感的內力之外 它會讓你皮膚看起來很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按摩的東西 這塊其實有點像刮沙般 但是因為它真的很好用 它有各式各樣的角度 所以我可以這樣子刮 我也可以這樣淋巴刮 有沒有按摩擦很多 臉會小一個size 然後呢 按摩臉之外 我還有一個這個 我也很想要推薦給大家 然後出國的時候非常好用 你可以剪成一小塊 然後拿來磨砂你的嘴唇 用過之後發現 只要用這個磨砂紙啊 然後磨砂完嘴唇 然後再上任何的唇彩 或者是護唇膏 嘴巴跟嬰兒的屁股一樣嫩 這也不貴 所以它是一個歐洲的平價的品牌 所以其實去歐洲玩都一定能看到 然後呢 我有一些急救小東西可以分享 像這個是眼睛紅的話 真的是馬上去紅眼 不是涼的那種 因為我有時候也很怕涼 然後這是我在日本藥妝店找到的 就是它是去痘痘 裡面的成分都是以代謝 加速代謝跟消炎 這個是剛剛好 然後又可以有效去痘痘 然後這個其實我推薦也是 裡面有很多的 任何蚊蟲咬傷 然後任何過敏都可以擦 就是局部擦的 然後擦頭髮的 擦頭髮 因為我的頭髮有湯 所以比較毛躁 我就會一定要擦那種護理油這樣 最後我覺得可以分享一個這個 其實我最近我媽媽堅持要我帶 它就是一個個人空氣濾鏡器 但是我覺得我帶了之後 好像你就會自己心裡面覺得 啊我現在頭上有一個光圈 那這邊的空氣都很乾淨 它會自然的產生複離子 那我覺得因為空氣污染越來越嚴重這樣 所以我到了在家裡也會帶 然後出國也是必備 要聽媽媽的話 差不多就是我出國基本上會用到的 保養皮革隨身攜帶的東西